接下來梵妮要幫我們示範一下 有一些特殊的按摩方式 可以讓她身材變得更好 來 梵妮 交給妳了 Louis Lee 怎麼按摩 按摩腳 是她幫錦霞按摩 錦霞有沒有太高興一點 你很舒服耶你 過分 有味道嗎 有味道嗎 比較好按 不是啦 你聞她幹嘛 你聞她那麼漂亮 她的腳有沒有聞到 你把皮子看過去聞她 頭幹什麼 頭幹什麼 什麼邏輯 厲害喔妳 好 這個是按什麼 舒緩 對 然後不要有肌肉 不要有肌肉 就是會這樣 所以海灘完完之後就回去按 就是會這樣然後 它比較不會是 妳是配合什麼乳液啊 還是什麼 保濕的 保濕的 它用保濕的 手水 曬太乾這樣子 對 就可能就是這樣 曬後啦對不對 對 我沒女友也不一樣 這就是從中間往外推 我覺得她長得有點像蕭亞萱 誰在 誰會 妳自己在綿捏什麼 愛玩的腳要起來跳舞一下囉 好不好 好 妳看四張 這個鞋子不要穿 這樣跳 青刀… 這很輕盈吧 來…音樂 音樂 妳要教她動作 妳還要教她 又來 好 海浪吧 妳先跳… 妳還有一個海浪的感覺 海浪的感覺 海浪… 海浪耶 好可憐喔 好可憐喔 白妮有沒有覺得選錯人呢 有點選錯人對不對 尷尬 有點 我 這是我們尷尬系的帥哥 對 這是超尷尬的 尷尬哥 謝謝你喔 謝謝… 謝謝白妮 謝謝 謝謝你把場面弄這麼尷尬喔 最後想要請問兩位專家 就是說對於這個夏天想要去海邊的女孩 還沒有什麼樣的建議呢 Judy 其實我覺得像配件啊 衣服什麼 其實就是都是身外之物 最重要的是妳要有自信 就是展現自己身體的 對 美這樣子 要有自信 自信 來 伊娃 自信最重要 我想建議女生就是 夏天去海邊要小心曬黑 所以可以多運用一些 鮮艷色的外套去 當作一個搭配然後順便遮陽這樣子 不要老是覺得自己不夠好啦 就像我們去夏威夷或巴厘島 我們覺得我們自己好瘦喔 身材好好喔 對 那所以其實呢 大家還是要開心的去享受陽光 這個最重要啦好不好 謝謝大家喔 明天見 拜拜